看东悬的雕刻家,好久没看东悬的雕刻家了 目前的榜一涂黄 这里是CC四人组 小吉老师现在这个焕鹤两个人双排 这两个人 这个配置啊 求生者的这个配置是 打东悬就应该是目前 等于说排位当中的一个最高水平的对抗了 就是路人排位当中最高水平的对抗 最顶尖的求生者遇上了最顶尖的屠夫 那就看这边东悬抓谁了 上来这边如果抓三岁的佣兵是不好抓的 他抓前锋可以,佣兵不能抓 不过这边的雕像是六个满的 他应该还会试一试 还是说等脆火 因为他这边传送好了 12秒以后有脆火 他这边想要去尝射性打一打 那这边一刀 不必弹开 翻是不敢翻了 吃了一刀 这一刀我觉得反而还断了一手 这边东悬的脆火 佣兵吃这刀也还行吧 你没闪现呢 你这里抓佣兵不好抓 你说有个闪现的话 这里是雕像打中闪现一刀 可以马上的来带走这边的佣兵 但即便如此有一个前锋在有先知的鸟 救人也不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只要不失误 所以说抓佣兵还是有待商榷 这里祭司是打了一个奥利奥 这个奥利奥有点亏了 哇 这刀隔窗刀 这刀隔窗刀真的是有一点点 撞 漂亮 哇塞 这波配合 nice了 好了 这先知距离拉得很远很远了 除非交个向西坟场 反手来追这边的前锋 前锋 球三分之二 能拉两波球 或者能拉三波球 不是特别怕 或者说应该不会出现秒倒的情况 毕竟没有闪现嘛 传送的雕刻家 其实抓前锋也没那么好抓的 不过他这里两个雕像还是放得挺好的 看吧 前锋应该是要找机会拉一波球 拉开距离了 拉开距离以后就看雕刻家了 这边是有一波机会的 交互点 先锋 漂亮 两边打得都很不错 这里祭司 不用不用摸好 有一个洞 穿大洞走 传送三十几秒 这里击到前锋 差一轮 那个或者差一轮雕像的一个存在感 或者差四分之一的那个伤害的存在感 可以开二阶 来 交一个向心坟场 躲 要打中以后呢 这边就有机会了 打不中 其实这个空旷的地方你不太好打中 打中了以后呢 他到了二阶 二阶了以后 合起重高雕像 是可以来击倒人的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 他的雕像不太够 这局 干扰了求人者很多的一个修机点 但是从始至终没有把人击倒 我觉得东旋这里想要赢的话 他得在大概一分钟以内赶紧把人挂上 如果说再让求人者拖个一分钟 那外面两台电机就好了 而且这边剩下了至少两台大遗产 对吧 祭司最早的一台遗产 还有加上那个 刚才祭司 就祭司在那个 那个车站那边一台遗产 还有在这个毒洞这边也有一台遗产 两台大遗产 这两台大遗产 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这边只要不倒在遗产机 然后外面佣兵能修掉一台 仙制能修掉一台 仙制的鸟还没有交掉 偏向于求人者能保平 然后真胜的话不好说 保平我觉得求人者这边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可以保下来的 穿一个洞 再绕 再绕 这里没动了 鸟给不给 看一下 监管者在我附近 应该是叫仙制看了 仙制有可能在看的 看这一刀 没给上 鸟没给 这边仙制好像在摸 要把前锋摸满 前锋 这里也没有球 救的话第一波救吗 前锋第一波救 仙制套鸟还可以 因为前锋跟仙制是开黑的 这样的话鸟更好交一点 交一个向型坟场 想干扰一下仙制 想把这仙制打的 仙制打的就 这边就有机会能防下这个前锋 这里两连雕像是直接打残了前锋 需要套鸟 套鸟 这边崇高雕像怎么合 再等 等雕像回来的那一刻 看 再放 救下来了 还行 一刀打 打中的是前锋 那祭司这里 拉一轮距离以后 可以有下一个洞的机会吗 如果再有一个机会能打洞的话 这一把穷人者有机会能挣一个三跑 这边祭司如果二挂呢 东穴这边有机会能保瓶 因为毕竟是前锋也倒了嘛 外面的一个有生力量不多的 要救人的话 用兵救 但是仙制如果压最后台电击 他一个向型坟场 重高雕像这边 仙制可能会倒 那就没有人压击了 一刀没打中 哎呦 这一刀没打中 这里祭司也管不了了 再交一个向型坟场来干扰 打中仙制 不太够 不太够 68%的电击 因为再拖下去什么 再拖下去以后 前锋的自摸就起来了 前锋自摸起来以后 前锋和祭司两个人 可以一起压最后台电击 那如果说是成这样的一个局势的话 东穴这边即使交雕像 你也不可能瞬间秒掉两个人 对吧 好 前锋自摸起来 这里两个人一起过去 对 两个人一起过去 就不怕你交那个向型坟场来干扰我 最后修遗产机压电击的一个情况了 佣兵这边只要能够把人救下来就行 打一刀把人救下来 这边东穴可能要传送 好 先交一个向型坟场来干扰 好 这边能不能抓到这祭司 哎呦 这祭司上楼了 上楼 前锋这边吃了一轮雕像 外置位其实可以重新开一台 我觉得可以重新开一台 那边救下来以后 佣兵四个人强行修着来电击 东穴就有机会 求人者求稳的话 我觉得东穴机会更小一点 这里镜头给到先知 对摸 不要抢千万不要抢电机 抢电机是一个给机会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不抢电机 只要慢慢的盘 局势上面还是对求人者更加有利 好 这里再摸 对两边各种摸 好 这边有机会能秒人 这边有机会能秒人 秒 秒掉了 哇 瞬间秒了两个 还是被抓到了机会 还是被抓到了机会 这也先知摸好了 要把佣兵也摸好 然后来救一波人 这个祭司 是一个二挂 二挂的话 先知 佣兵可能会一起强行过来打这一波 前锋是没有自摸的 这个相机分享没看到 他如果能看到 把前锋和先知 不 把佣兵或者先知 再打残一点的话 这把东旋就翻了 有机会能争一个 前锋没有交掉自摸 那刚才应该是被祭司摸起来的 我以为前锋是交自摸的 先知 救下来 伤寡飞的祭司 有两个洞 两个洞应该暂时处理不了 但是守在边的电机 能打一刀是一刀 由于外面没有重新起电机 所以说他们一定会来抢这台电机 抢这台电机 东旋就有机会 我觉得这把东旋有机会 能够争取多杀的 因为这里抢抢这台电机 真的是太给机会了 那边85% 挂个先知的话 电机可能会被抢到95% 刚才不应该挂这个先知的 应该让他倒着的 手上面雕像也不太够 再打 要把人挂上 争托下来了 那电机能量 电机直接量 这里东旋还是 他不应该牵人 这波如果说不牵人的话 是有机会能争一个三抓四抓的 因为这个先知 你大不了交自摸起来 我反手过来 对吧 一个上挂飞的祭司 一个交掉自摸的前锋 我处理掉谁我不钻 还是可惜了一点点 还是可惜了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搏命 这把应该是一个三跑的 蛮可惜的这局 不过本来前期就是烈士 然后穷者这边 太过于投铁了 在我看来 有点太过于投铁了 这边谁被车给撞了 先知 还有一只鸟 传送 哎呦 四跑 先知还顶个鸟 你看小滴老师 用笔说你快走 我要跑地窖 非常nice 就顶尖对抗嘛 胜负往往就在一瞬间 其实你说三跑也好 对吧 三抓也罢 就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 就是一个抉择 或者说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可能会在这种局当中 就引发成一个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对 对 谢谢观看